上飞碟夜空家族粉丝团 我们今天是直播的哦 你知道女神今天的这个发型 是她很标准沿花木兰的发型 诶真的耶 你有看花木兰哦 废话我看了哭得要命啊 太失礼了 笑得要命跟哭得要命啊 对好哭又好笑 又好哭又好笑 那已经变成是你人生的经典了 对不对 我开始了吗 已经各位开始直播了 那我现在要分享 对对对对 各位请上飞碟夜空家族粉丝团 你们会看到直播 李慧如说啊呀直播超开心的 大家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 有啊 你有漂亮吗 哦好美哦 有漂亮哦 你们的那个光打得很好 我们打的那个苹果光 打出了我苹果鸡了呢 对对对对对 看到了吧 漂亮哦 好那我要来分享 好我们我们请她 等等我 这一位这一位女神呢 她改名字了 本来我以为她的名字真的很符合她 但是她却改了一个呢 好男生好中性的一个名字 为什么呢 她好好的那个女神的这个名字 却要改一个那个字这样 为什么呢 事情是这样的 什么事 光源哥我 我其实你 你认识我这么久 你知道我有很多很男孩子的个性 我知道啊 但其实有时候我 当我累的时候 想要被呵护保护的时候 其实又像女孩子 然后我 也是 我希望我的人生当中 不要有一个框架 就是把那个女子旁抽掉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诶 她是你千娜的娜 然后女子旁 可能看起来很娇弱这样 那个娜念作娜 婀娜多姿的娜 对 李千娜 如果是那种 国文老师比较要校正的话 要校正的话 就是李千娜 对 李千娜 以前我的那个签啊 都想要效仿 我爸签名的时候 签得很好看 那我不小心都会签成干 就变李干娜 很荒谬 变成李干娜 对被大家叫 叫成李干娜 各位欢迎李千娜 诶 有人把我的李千娜的娜写错了 他的李千娜的娜 已经没有女字篇了 对 对 已经是那个 那个娜 这个 那个 那个娜 娜 对 对 是不是 就是这个娜了 现在要叫做李千娜 对 各位 今天 美美的 李千娜 其实 你 你不怎么化妆 你不穿 穿些什么 像今天 你很随性一个T恤 然后一个牛仔外套 然后你的头发只是盘起来 然后有点像那个 就是花木兰 里面那个就是 哦 就是一个发剂在上面 就这样子这么简单 然后就就漂亮了 嗯 如果我问一个 蛮霹雳的问题 李千娜 你就是漂亮啊 所以 所以大家一开始就觉得你是 你是女神啊 如果你不漂亮 谁会说你是女神 这样对吗 啊 没有啦 你们 那个太高估我了 对吗 太高估你的漂亮了吗 对 我其实蛮一般人的 为什么 长相来说也没有说特别漂亮 可是应该说 我不是那种都市女孩子的脸 你有发现吗 不是都市女孩子的脸 所有都市就是 她长得很标志很完美 像林志玲 志玲姐姐她脸很标志很完美 我知道就是说比较秀气 比较文气的 对然后女人味很多 像杨幂啊那种 杨幂对对对 那种就是她属于都会 那个浪漫风华的那种感觉 可是你也可以啊 我觉得比较平民一点 哦你比较平民一点 然后走自然路线这样 OK 不是是平民是穷人的平民 还是 不是贫穷的平 是平常的 平常的平 平安的平 平安的平这样 其实因为你早上有 你自己的这个样子 然后当然大家注意 一开始你演了 这个朱丽叶对不对 嗯 然后就三段式的 哎就你那一段 就大家就跳出来了 从那里开始认识你 我从那时候就开始认识你 可是当你 你的专辑你要唱这个歌曲啊 然后你的故事啊 你 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生 让我一开始就见到你内心的 那个 那个个性 哇 所以我就记住了你 就李千娜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李千娜是一个 一个对过去 或者是你对你现在 你的爱 你也都敢爱敢说 嗯 那你也都很很坦率 就是你讲的 就有男孩子的个性 对 的那一部分 就是我 我会遮遮掩掩 就是这样啊 这样就这样子啊 对不对 但其实虽然我已经 从星光大道到现在出道11年 是 虽然已经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但是 还是有很多人不认识我 所以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还是要介绍一下 好好的介绍自己 然后透过戏剧 是 嗯 我们今天就 你就对着镜头 你要让大家就觉得 好像是到了一个新教室 然后你要跟大家 就是不认识李千娜的人 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我怎么样 你就先自我介绍 对着大家 自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来 各位我们先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欢迎新同学 李千娜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我今年35岁 这么坦白啊 这么坦白 我就是一个这么直率的人 OK 你说35岁 然后呢 然后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有时候说话 太直接 有可能是因为很好相处 但是有可能又重伤到别人 但这就是我的个性 因为我是射手座 但对于每一件事情 我都非常的执着 然后我的个性就是很倔强 对于一件事情呢 要嘛就是不要做 要嘛做到最好 嗯 我的个性其实很简单 还很好掌握 嗯 对很好了解 很好了解 那你的功课好不好呢 李千娜 我的功课嘛 我小国中他还不错 嗯 高中就不太爱念书 但是我还是会把我分的工作做好 比如说 嗯 虽然不喜欢 但是我还是会把它完成 比如说 像教功课一样 一样 就是 呃 爸爸可能如果会在意的话 我就希望叫出一个漂亮的成绩站给他看 这样 所以 不能辜负他这样 那时候还会有一点为 为爸爸念书 为家人念书 我不能太难看 对不对 至少这是我的本分 是不是 那现在你管小孩呢 呃 我也是一样的态度 就是他们喜欢做什么 我都支持他们 嗯 但是书还是要 你也不能太差 哦 就是即使你不喜欢 你还是要把 就至少要一个标准嘛 嗯 不能到太烂 是 坐尾班车这样 OK 掉在后面 是 有点难看 是 那 嗯 你既然是一个讲说 射手座 然后也很开朗 很简单 然后 说话直白 会伤人 但也感觉很真心 可是 你会掩藏你的痛苦吗 比如说你很痛苦的岁月 会不会因为倔强 或者是表面我就很开朗 所以我也不想让人家看到 我弱的那一面 我受伤的那一面 呃 我是一个很直的人 可是偏偏在 呃 内心 负面的能量 跟不好的情绪的东西 我通常我都会隐藏 嗯 我就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 嗯 但我也会希望 不管是我的家人也好 像粉丝 我每次在po 我的文章的时候 嗯 就算我可能那一天很累 心情不好 会遇到什么困难 嗯 可是通常我不会说出来 嗯 我只会告诉大家 我今天很开心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都是跟大家分享 我开心的事情 开心的事 因为我觉得 不需要把自己 不好的那一面 嗯 应该说不好的情绪给 嗯 影响了别人 影响别人之外 然后也不需要去展现那一块 呃 让大家 嗯 我觉得你说的影响 我po的好的东西 可能是会影响别人的 嗯 因为会让他心情更好 或是比如说分享我的音乐 嗯 他们会走向什么样的路线 嗯 被你引导过去 嗯 那不灭的当然也会啊 如果你心情不好 然后整天乱骂人 或是抱怨一些 对 社会事件 或是你的心情遭遇了 今天遇到什么 blah blah的人 讨厌啊 对 可恶啊 我觉得他们心情会被你打坏 对 嗯 所以我希望不要做这种事情 OK 那 嗯 那那那你 有史以来 你觉得曾经最难过的一段时间 是什么时候 比如说 在还没有发片的时候 有三年 几乎没有收入的状态 嗯 我都不敢告诉家人 嗯 嗯 然后 呃 其实身边的朋友 我也都不太敢见他们 因为我不开心嘛 所以我想要躲起来 而且也 我也没有什么好跟大家交代的 我现在是 空白的 而且 你跟朋友聊天 可能他会很开心的分享 他的事情给你 那我不知道我能分享什么 对 而且我又不喜欢 把我不好的事情 带给别人 嗯 就是影响了别人的心情 嗯 所以我就 宁愿藏起来 那你觉得 这几年在演艺工作 你也像同学一样 就是你要很多事情要学习 那那 你觉得你上手了吗 觉得 应该走到一个 就是还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这个路 还是说 你觉得还是 每到一个阶段 他就是又有一个新的考验挑战 然后也 没有所谓一定的 因为人家都说 演艺界 浮浮沉沉嘛 嗯 机运 也是高高低低嘛 就是 没有说 啊 我走到这里 这样 我走下去就稳了 你是哪一种心态面对 我觉得遇到困难是一定会的 但是 人生一定要有困难 你才能更突破自己 嗯 而且你才会看到 每一个阶段不同的 你做什么改变 对 那对我来说 我在面对我的未来的 每一天的时候 其实我都抱着期待 而且 呃 像我从星光大道开始比起 好 对 如果你那时候的 我跟现在的 我哪里不一样 我会觉得 现在的我 能够享受 每天给我的一切 嗯 但是我在比赛的时候 我是在 不断的掏心 掏飞 要丢东西出去的 我还没有感 我没有办法感受 音乐的快乐 嗯 我为什么要唱歌 为什么要演戏 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现在是开心 在享受这一切 OK 这是李千娜到现在呢 呃 此刻的心境 他所做的这个整理 各位 你如果看到直播 各位请你上 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看到李千娜的直播 你就会知道 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 眼神是笃定的 你很确定的 在讲这些事情 没有闪 没有闪烁 然后同时 你也知道 你面临的是什么 从你刚刚讲的话 那是一个 最真心的一个表达 嗯 只要这很不容易 尤其说 他很享受现在 他做的 比如说以前 他不知道 唱歌他有没有快乐 演戏又没有快乐 又没有找到 什么样的这个力量 所以那时候做的 就会觉得 追逐的很辛苦 嗯 可是现在呢 你很享受 你知道做的是什么 那是因为 你习惯了这样的 这个场域 你已经找到了 说我的定位在哪里 我如果唱歌 我可以表达出一个 什么样的情感 一个什么角度 我如果演戏 这个角色 我是用我的体会 去带动这个角色 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这样 对 以前的 母沙沙沙 就是好忙哦 吵吵闹闹闹 乱七八糟 就觉得自己都不知道 在干什么 我比如一件事情好了 我在演第一部偶像剧的时候 OK 你知道前几天 我遇到李佩旭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戏 因为我第一部戏 是跟他有遇到 对 我觉得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人 嗯 就是他 呃 那一部 他看着你 就是最初的你 对 从第一次不会演戏 OK 然后到后来 慢慢的进步的阶段 他都一路都有看到 然后因为 他都跟我拍同一部戏嘛 对 他就说 以前你都不会打开耳朵 听别人讲话 就是在背台词的时候 我只顾我自己的 我想要赶快背 赶快背背背背 因为我怕忘词 连累大家你知道吗 对 但是其实当一个好的演员 不是这样的 对 有时候你看剧本 你需要去看别人的台词 对 你要记住别人说些什么话 对 搞不好他改变了台词 你要能够丢街球 先感受他的话 你再做回应 你知道这个是 没有办法的 因为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我下一步 我真的稳不稳 我都不知道 我还要去看别人 我还要去看别人 自己的都背不好 还别被别人 对 可是这就跟我以前 刚开始做广播节目的时候 一样 我都要写逐字稿 我要说 大家好 晚安 今天我播的第一首歌 我连这些字句 我都要写下来 不熟练 不熟练 我一定要写好 写满 然后于是呢 我才可以照着这个表呢 才可以去这样练 很安心的依靠 很安心 依靠着 要不然我临时 我讲不出来 我会掰不出来 我懂 对 可是慢慢当你有这些训练 因为那是一个逻辑的训练 对 然后训练之后呢 你就变成 就你把注意力就是放大了 不是只有在你自己 而且我觉得你一旦放松 我觉得放松太重要了 因为放松你才能听见别人的声音 跟你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会很顺 对 嗯 对 就是你的关照心就会比较大 对 而且人会有身体记忆 你知道吗 对 就当你放松的时候 那个身体记忆会打开 自然而然你可以说出很流畅的那些你想要说的故事 这样 对 因为你心里所想的 你要专注在你自己所想的之后呢 把它讲出来 对 而不是说 我要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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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没有听见你自己 你不止没有听见别人 你还没有听见你自己 你只是觉得 快点我要把它背下来 对啊 现在我能讲什么 来 这是李千娜 这张专辑 哎呀 千呼万唤使出来 这是什么歌曲呢 大家给你介绍一下 哎呦 大家有听过 三母妊娜 三母妊娜 她是女孩子 但是是中性的女孩子 主题曲 我把我做过 说三母妊娜 她曾做过 笨女孩 还没长大 那时候 还没有长大 各位你们专心听 我想要听听李千娜 如果你觉得 唱到情感 听到情感出 你可以跟着一起唱 看直播 听李千娜唱现场 她唱 我的笑脸是我的倔强 一个人领域 我也不愿意含哭 我们的转头子 转嘴的头子 早无人的心 伤痕不会靠你靠 想念是共加这好 你也会忘 我能吃的伤心 无下的酒座 中文的地头走 你等我头走 白色白色 对爱也有希望 有一个老的嘴巴 两天的观众听的 那些人 我的单位一车 那些人 可以让我穿新牛三位 来 这是 日千娜最新 明南语专辑 担保金娜 好好听哦 张嘉宜说 我每天必听 我把Kickiebox当 每天不断播放循环 一直重复播放循环 谢谢 你不要说是谁 来 她叫做 张嘉宜 嘉宜 嘉宜哦 大喊你的名字 对 林佩君 我也看到你了 佩君 各位 来 你们上 飞碟夜光教室粉丝团 看李千娜现在正在直播 正在直播 她也正在看大家在上面的留言 然后今天呢 李千娜有签了卡片 对不对 对 而且 好像是我们五个粉丝 五个朋友 对不对 我们要从这里面要抽出来 你们有来留言 有参与的朋友 我们要从里面抽出来 你们没有要问问题哦 他们也可以问问题啊 可以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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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宜君 李千娜 你可以跟着唱吗 可以 有你等头早 前作的头早 早无人的心 上昏没靠没靠 想人是说得真好 你也没人 好好听哦 好好听哦 台北几路灯 我一顿变大不了 过三十万块 敢会有难有感 有一天我的情愿 苗条的风吹定 我在兄 向你思念啊 天天心有三 年少时讲得那么好 这么多美丽的梦 最好的名 都是白人的好名 跟我一点关系的都没有 对啊 然后在台北呢 这么多年了 也变大人了 年过三十的我 我所遭遇的一切 有人会觉得心疼吗 有人会吗 这首歌应该唱出了很多 女人的心声 而且不止女孩子可以听 其实很多在追求梦想 然后工作很辛苦的人 其实好像都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尤志腾 他是个爸爸 虽然我是男人 但是听这首歌曲 我马上可以感动到心里 感动到骨头里 来来来 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我也喜欢这首 古沙独 古沙独啊 你知道那个旧衣橱 对 以前都是石木做的 你知道都会有一种 punky 有一种像 你不知道对不对 可是其实如果 因为以前如果潮湿的话 放在里面的东西 也会发霉 会发霉 对 没有错 我爱做不过是代理 你敢想去蜜蜜蜜蜜 老老的古山都有少事的记得 其多少年轻出事 这张故障蜜蜜蜜蜜蜜 我爱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粉絲他們也追到這邊來了 然後大家也來看 因為我們在新加坡也演36場 然後台中歌劇院也有演過 然後再來就是台北 所以他們也到台北來看 也到台中來看 對他們都來過 你看多感動啊 很謝謝他們 各位 這是李千娜的聲音 你的草苦衣 思念有萬象女痴 頭腦會說三度 雙手別亂聽 他出賣的電影 一條後悔癌 一角鏡手指 一朵孤愛他過去 一段心情 幾恨苦褪心 幾次死的 心情 天 李千娜 隨行的跟著這首歌 哼唱 這張專輯喔 不是只有主打歌好聽 嗯 真的 像現在播的 古沙獨 不是主打歌 但是 我有拍了一部台語劇 它是他們的主題曲 真的啊 寸球 太適合了 哈哈 介紹一下這首歌 愛的太超過 是我跟李英宏一起合唱的 李英宏耶 Old school funk 放得起來吧朋友 對 這MV拍好了嗎 拍好了 拍好了 我看一個爆炸頭 然後我們兩個都是穿一個很金屬感的時尚衣服 真的啊 那個造型非常的搶眼 那funk你有五部嗎 啊好可惜喔 沒有 可能 但是這次我1月24號 在華山Legacy有舉辦新歌演唱會 然後李英宏會出現 會出現 所以 妳會跟她一起 我們會在台上 怎麼樣 揮灑我們的熱情呢 大家拭目以待 對 可能會跳舞 可能會做很多 很精彩的演出 啊 掉胃口 來了啊 Come on 唱了唱了 有你哪感到 愈來愈躲 但是你哪是 需要我到的 出現 是我會 打太多 太長 劇 你唱歌 不是 我愛你沒看我 是在是爛 兩家八八八 是左右 你都聽我 失家互賣老 我愛你愛的三分七天 過了了 看直播 唉唷 耶 我等你等你三幾 看你想不到 想不到 想不到什麼 哇 想不到什麼 當然是我的 愛想唱歌 才會讓你來感到 愈來愈躲 但是 那是 需要我到的出現 是我會跟她愛做 愛超貴 太超貴了 愛不要太超貨 真的 各位你們看直播有沒有 李千娜有沒有可愛 趕快給她愛心 給她GME一下 摸摸摸摸摸 發揮的MV 可惜李英雄不在 嗨呀 李英雄不在 各位 李千娜她有準備了寫了五張卡片 五張卡片要送給你喔 讓你在新年度 就會接到李千娜的卡片 請你來參加 上我們的 菲迪夜光教室粉絲團 加入這段直播 然後在上面留言 你們也可以說一說 呃 每個人寫一下 你看一下 喔好 為什麼 愛上李千娜的三個原因 要寫三個喔 三個原因 好難喔 誰講的 為什麼三個原因很難 她愛你看 看你演戲 她覺得你很漂亮 她覺得你個性很好 她覺得你唱歌唱得很棒 她覺得你跳舞跳得很棒 喔那要看誰寫的最好對不對 然後就送她卡片 哎呦 欸對耶 而且我跟你說 女神都說話 五張卡片的內容都不一樣 天吶 你這樣真的太 那有的人說 那我想五張都有 我就用五個分身用五個 除非你寫了五百字論文好不好 论文不止五百字好 五千個五千字的論文 我就把那五張送給你 欸粉絲會不會真的這麼做 我剛剛很瘋狂粉絲會真的這樣做喔 對不起我錯了 對啊 我要先讓五個人去分享這五張卡片好了 對對對 但是到最後就是還是要比誠意的 對 看看就是你跟李千娜到底有多近多麻吉 你有多了解我 對多了解她 Zapogina的專輯你聽得多熟悉 多熟悉 請上飛碟夜光家族粉絲團看現在這個直播 同時呢 欸你們也看一下 我們剛剛發表的夜光好食堂 那個福貴高啊 真是好吃 你們想要得到嗎 也順便給我們按讚 然後這個留下這個鼓勵啊 照片啊 同時各位 你們來聽這個李千娜呢 也是要按讚 為本文按讚啊 為夜光家族按讚啊 對 然後李千娜的這個卡片才會送給你 嗯 對不對 嗯 好 剛剛李千娜說她有新專輯的活動 那我們待會好好告訴大家 好欸 好不好 學習一下馬上回來飛碟夜光家族 光語專訪李千娜 嗯 嗯 天哪 你要拍幾支這張 拍幾支 希望可以 盡量十首歌都可以 我覺得可以喔 因為其實每一首歌都非常特別 然後我們自己都很喜歡 就 比到那時候在選主打歌的時候大家都很頭痛 而且我覺得環球很用心欸 這張專輯其實是樂士達 我的鹽肉依的老闆 喔 一個人出自 然後號召所有專業人士來製作一張專輯 OK 嗯 然後環球是幫我們發學 幫我們發學 可是環球他會願意會做這麼多的MV 可是這個也是老闆自己做的嗎 就MV的他自己拍 對 哇那不得了 我以為說是 MV不是老闆拍 老闆找專業人士來拍 對 這次拍的MV的那個導演是吳仲倫 喔 好棒喔 哇 而且找到國際公司來發學吧 嗯 好 就是 我覺得這張專輯很有心意 很有心意 就是 很新但也 很有心意 而且很厲害的是 你現在參與的這個詞的這個創作 越來越多了 自首 對啊 很厲害耶 真的 我一看到天哪 你現在已經朝創作人 路線邁進 而且這是第一次寫台語 就很緊張 我不曉得寫得好不好 台語是你的母語嗎 是 可是還是 比如說在寫歌上面其實也很難 當然啦 就是你平常講話跟你要用字的時候又不一樣 對 那是不一樣的 你有請教人嗎 嗯 嗯 你先用自己的感覺先去寫 然後再去刁鎖 練習一下 就是 嗯 會 因為你有寫過裝文詞 所以你大概知道那個邏輯是什麼 對 然後 因為國台語也沒有到很爛 所以 我知道很多 比如說 成語啊 對啊 怎麼用啊 然後押韻當然就是 基本的 對 沒有錯 我來播你的 你創作的囉 嘟嘟好啊 哎呦 蕭黃奇老師的曲 對啊 嘟嘟好啊 他們聽得到我講話嗎 可以啊 現在就可以講 你可以多介紹一下專輯 現在告訴大家 哦 對啊 因為現在上線的看到 好多都是我的納斯們 對啊 納斯們耶 而且 呃 其實有從那種 十一年前 但新風大道他們就在了 嗯 一路上都非常的支持 每一張專輯的一部戲 真的很幸福 你可以點名 現在可以給他們點一下 點名嗎 對啊 好 慧如啊 然後 還想 慧君啊 這都好朋友 問題 對啊 林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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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娜娜是不是因為我 然後學娜娜 他說我改名 他要不要一起改 林娜娜 好 以後真的就變成什麼 張娜娜 什麼 會不會有人就是 可惡變成什麼 什麼 他改我要跟著改 江萬娜 江萬娜 萬娜 比你更多 不行 只能擺 江百娜 你可以介紹一下 對啊 好 來等一下 等一下 各位請看直播 因為呢 我們這個 李千娜同學呢 要帶來他的作業 這一陣子呢 他非常努力完成的一張作業 要跟大家介紹 看一下這個直播吧 這張作業寫了一年了 哎呦 上飛碟夜光家族粉絲團哦 我們飛碟夜光家族粉絲團 直播呢 李千娜說這一年的功課 這張封面很漂亮哦 我們特別找了子洪老師 也就是 呃做了二十幾張專輯 江蕙二姐的專輯 對 很專業 然後經驗豐富的子洪老師 很厲害 甚至是他是台語的神 對我來說 你知道我現在看到他到現在下跪 真的嗎 因為他是神級製作人 真的 他是 他真的是 然後很開心可以這次找來 子洪老師幫我製作專輯 那每一首歌其實都是精心挑選 甚至從 欸 反正大家知道我的專輯 從第一首聽到最後一首 你就看到 跟聽到 CD在這裡面 哦 你剛才打開 欸怎麼沒有CD 嚇我一跳 CD都不見 你去哪裡買什麼沒有CD啊 沒有CD這樣 就是 我的歌曲曲風很多元 然後有抒情歌有慢歌 然後再來是 比如說有funk啊 有tango tango 然後有 有搖滾 有電音 對 其實很多元 然後讓你 找來創作人很多啦 什麼五雄老師啊 陳建偉 陳建偉啦 張三李斯 蕭煌琦老師 蕭煌琦就是這首歌的嘛 對 嘟嘟浩跟雜母音呢 都是蕭煌琦老師寫的 哦 那 那個曲 這個作詞人是誰呢 是我 你對著鏡頭講 是誰人 你說啊 是誰人啊 嘟嘟浩這首歌詞是我寫的 李千娜寫的 知足常樂 希望 在人生追求任何事情上面 嘟嘟浩就好 嘟嘟浩就好 對不對 對啊 但其實越簡單的事情 不要緊繃 不要緊繃 但也不能少於 你知道緊繃嗎 我知道 就是到頂了 對 賣到到頂 對不行 不能到滿出來 就是剛剛好 OK就好 對不對 可以多 但是你不要就是 Over 或者到頂了 那種 就像林英宏那個 愛的太超過 對 愛不要太超過 對 因為太超過可能 比如說愛情好了 對 有點點不要太年 如果太年TT的話 可能 沒有會給對方壓力 沒有錯 沒有空間 各位 你們想不想看我們現場 新拍一支MV 我們用直播 然後讓我們的 李千啊 直接對嘴 直接對嘴 其實對嘴你也都跟著唱啊 直播他們也都可以聽得到 現在開始 CAMERA 建造你要怎麼表現呢 好可愛喔 看直播你會愛上她 嘟嘟好的笑容 嘟嘟好的遙迴看 唱三步 嘟嘟好的希望 嘟嘟好的疼笑 嘟嘟好的打心照顧 爱为我们的路 这词写得好棒哦 真的耶 很简单直白 很好听 我们最后要结束了 来 来 还有一段就是 好棒哦 看直播的 你们接到了碑吻了吗 天呐 各位 也太害羞了吧 这是李千娜 在我的面前 我哥 各位 我是在你 摇滚区 那不只是摇滚区了 那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喷口水区了 你唱歌的时候 如果万一有 我会喷到你 对 就会喷出 那是一定会喷到的 失离了 没有没有 可是我却觉得很感动 我要问你 你平常在家里会对着镜子 比如说会训练你的表情 训练比如说像刚刚唱歌 你会 哇今天录好这首歌 赶快回家 然后对着这个镜头就开始 哇 假装在拍MV 就对着他练习你的表情 会吗 不会耶 你知道吗 我最怕一个人自言自语了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表演的时候 特别是 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我会觉得有点 真的假的 我会觉得有点怪异 可是你居然可以 刚刚那么自然 可是如果像去外场表演 或者在演戏的时候 我会希望请同事把我录下来 我会看 或者是电视播出的时候 我会看 可是在家里 我不会就是自己练习表演 我会觉得很奇怪 真的 可是你没有练习 那你怎么会 一上场就OK了呢 我觉得 本能 或是环境 还有演员 给你的实际感受 给你的那个 那个气氛的那个感觉 对 就是真心的回应给他 你会有很自然的表情出现 我通常其实 在家自己顺 那个台词的时候 对 可能可以稍稍微微的走戏 但我不能自己 一个人在家里念台词 念得稀里哗 哭得稀里哗啦 没有办法 因为你就会 不是 是不行 因为不行 你会预设你明天要做什么了 那 我懂我懂 就是说 要有准备 但是又不能过度准备 不用真的很 放一百分之百的重心在练习上面 我懂 就是因为练习到最后 你会照着你今天自己想象 就明天到那边去 哭不出来 就哭不出来 对 对不对 因为 环境不一样 空气温度 甚至是演员 对啊 不在你身边 没错 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不能用那种 百分之百的力气在练习 是 然后 你会想象 预设 你要把它应用在现场 是不可能的 没错 各位她是李千娜 今天你看直播 你们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 李千娜 就是她在我面前 她是什么样的 比观众远一点 对耶 观众远你近 更近耶 所以你们简直是贴近了李千娜 他们才是那个吃我口水的人 对 真的 真的 来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 我是光宇 你们想要知道 我们在广告中偷聊什么 因为我们广告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听到 我们在讲什么 广播的人听不到 但是直播的人会看到 直播的人会看到 赶快上夜光家族啊 粉丝一样 就看到我们直播了 对 没有错 然后你也想要得到 她的礼物吗 写给你的这个卡片吗 我们的蛋黄哥 是我恰爱李千娜的 唱歌恰好听的 她回美国了 她在美国 她是美国人啊 对对对 她在念军校 她将来要当军医了 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马上再度回来 飞碟夜光家族 我是光宇 她是李千娜 夜光家族 应该很多都是你的粉丝啦 没有啊 有很多都是你的粉丝啊 因为你都认识他们啊 我会认识 对 我的粉丝我会认识 没有 应该是忠实听众 对 忠实听众 因为你的忠实歌名 陈美美 陈美美 然后Flower侯 Flower侯 我老板在线上 老板了啊 真的啊 老板叫什么名字 颜柔仪 颜柔仪 哎呀我怎么糟糕天下了我 颜柔仪 她会很想低调啊 可是颜柔仪是不是 她之前是不是 她那个林志玲 是不是她 嗯就是她啊 对 现在还是她吗 没有现在没有合作 现在我们公司有蔡燦德 然后江天玲 江天玲 有钢琴音乐家 对 江天玲很棒 对 她也很棒 我认识她她也很棒 她很认证 蔡燦德 对啊 哦柔仪啊 可是柔仪很久 她以前也在飞碟工作 对 我刚才知道她在这边八年 对啊 她在这边 帮我问候一下 哦 这边应该可以听得到 柔仪你好 而且 对啊 她在打招呼 她也在这边吗 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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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待会就会看到她 对 对啊 哦 娇哥 对啊 娇哥这一次她在宣传她的专辑之外啊 她还不断的帮我打歌 真的啊 嗯超谢谢她 我觉得很棒啊 嗯 她这次专辑也很有感 就是她唱的都让人家很有感 那些内容 很真诚 对啊 现在就要真诚 只有真实跟大家互动交流 混合与专家 她说千娜和水 对啊 对啊 好 Joy Ling说 李千娜不是还有一首演习攻略的歌吗 雪落下的声音 对 那是YouTube的Cover Cover 小心小心 小心 其实你现在已经有个人的强烈风格 就是你唱过Cover的人家也会想听 你知道我现在去哪里大家都以为 演习攻略的歌是我唱的 是你唱的 对啊 不是我唱的 对啊 所以可见你的个人风格已经很强烈 就是大家觉得 你理所当然你就是唱这首歌很好啊 好开心哦 对啊 真的很棒 你待会可以唱个几句吗 我想像歌词 副歌的地方唱 不需要唱 有个样儿 他写很长篇大论耶 哈哈哈哈 他就为了得到那张卡片 哎呦 真的耶 这样好像不写 不写 各位你们有没有唱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看今天的直播 精彩之类 对 我刚刚在私下还在跟他继续聊天 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聊天你就知道 现在李千娜要为大家唱一首歌 需要先清一下喉咙吗 哈哈哈哈 我从来没有在大家面前唱过这首歌 真的哦 今天就献给你了 还有献给 来各位献给夜光家族朋友 你们要听李千娜唱这首歌来吗 雪落下的声音 哇哦 还帮我开一口 对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闭着眼睛幻想她不会停 你没办法靠近 却不是太过情 只是在脸床外 好风景 我慢慢的拼 雪落下的声音 彷彿是你贴着我脚轻轻 轻轻 睁开了眼睛 满天的雪无情 好低哦 谁来陪着一生好光景 掌声鼓励鼓励 来来来来 Key唱太低了 好听啊 那你唱这么低啦 谁爱李千娜 你们一定要 今天重播十二点 我们还会播出 十二点有重播 欢迎大家上来听 现在如果没有空的话 对 然后也上来留言 好啊 请到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在这篇这个live直播文章下面呢 大家一起留言 你就有机会得到李千娜 送给你的2019年亲笔提字签名 五张通通都不一样的卡片 我看你本事 好 有些人真的是 他搞不好用他妈妈的账号 再写一篇 然后他终于就选中他 都是我 题目呢就是 你喜欢李千娜的什么吗 你喜欢李千娜什么歌 这张专业什么歌 你都可以写 什么歌 你喜欢李千娜 三个原因 对对对 三个原因都可以 请支持李千娜最新的这张 明南语专辑 正式的发行 谢谢李千娜 谢谢光宇哥 好 你可以跟大家再继续说拜拜 再继续哦 对啊 跟大家说 再继续 对啊 对啊 你说一下演唱会 好啊 对 各位观众 那个1月24号 我在台北华山leggy 有新歌演唱会 对 然后可以到 宽容售票系统 以及OK病例商店 还有来尔夫可以买到票 那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呢 可以上我的Facebook 还有我的Instagram 那我那一天 新歌演唱会当天啊 一定会唱十首新歌之外 十首新歌 李英宏会到现场 哇 这是我们第一次大合体 十首新歌 但是之前的歌也会唱 对不对 有一些秘密的安排 还有些小桥段跟惊喜 要送给大家 但是目前都没有跟任何人透露 对 你们要来到现场就知道了 就会知道 对 OK 所以那天 呃 演出会有大概多长 嗯 如果 很尽兴的话 应该可以唱到三小时吧 哦 天哪 那是正式大型演唱会的规格 三小时 应该算是我个人第一次演唱会 第一次演唱会 第一次演唱会 地点就是在 台北华山leggy 赶快买票哦 大家买票哦 可是这次只有台北这一场吗 还有别的呢 其实我有跟老板争取 然后就是说希望 如果 当然是希望中南部的人 你可以来唱会 其实中南部很很 大家很嗨耶 很喜欢 但这是第一场嘛 所以希望大家先可以支持第一场 然后票房如果很好的话 中南部是有机会的 就会有机会 嗯 所以各位要把握 就是第一场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把握住哦 然后 呃 这个演唱会呢 就是 1月24号 正好也是过年前嘛 对 你说安排的那个桥段 会很惊喜 对不对 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真的啊 你要来吗 因为我想知道 我好想知道哦 是大概什么 希望你可以来 哎呦 嗯 看来不去不行 对 因为这件事情 跟媒体也都没有透露 哎呦 对 你这样讲 你告诉他们 跟媒体都没有透露啊 对啊 真的不能说 都没有 都没有透露 不是 礼拜四 礼拜四 我们在节目中 哦 你先预订好 是Live啊 对 当然是Live啊 我们要访问 你可以找代班吗 哈哈哈 我看我朋友也没有空 哈哈哈 随便朝一个医院好用 要帮你带一个班 我们待会再来把这个事情 在节目讲一下 因为 我们后面会有一个18秒钟 我再来讲一下 然后跟大家 讲一下 这一天要再来购票 1月24号 好 再来讲一下 你说很震撼是不是 真的 我现在开始心里面 已经想了一些画面 一定是有谁要来 对不对 带人 而且很重要的 哈哈哈 就说不能透露了 不能透露了 不能透露了 但是我可以一直讲啊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 不是我家人 不是 不是家人 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关系的人 这么小case 不是这种小case哦 不是随性的 好来哦 各位请注意听一下 今天大事情来了 飞碟最爱主打行程一群 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各位 李谦哪 他在1月24号 在台北lexia这个演唱会呢 有大事要发生了 他说这个特别的安排是 连媒体大家都不会想到 我刚刚问他了 在直播问他 他说不能讲 绝对不是他家人来这件小事情 是大事 一定要去1月24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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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直播的时候再见 好啊 希望你们可以支持 杂伯尼娜专辑之外呢 1月24号 台北华山里 希望你们可以赶快去买票 宽航售票系统 OK便利商店还有莱尔夫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呢 可以到我李谦娜 没有女子旁的娜 本思业还有我的 Instagram 趕快告诉大家 要不然大家都会写错 去错地方 去错地方 最近怎么完全没有李谦娜的消息呢 对啊 去错地方了好不好 对 没有女子旁的娜 粉丝页还有Instagram 可以知道我更多更多的讯息 然后最近会在哪里出没 这样 1月24号 希望可以看到你们 好 最后要跟大家说 拜拜咯 拜拜咯 请支持这张分析 还有演唱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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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